今天總共有8位的有工確診 中央也在今年也有訂定企業因應 COVID-19的疫情持續因應的指引 勞動部也在3月有發文給縣政府 縣政府在轉資我們所有的企業單位 以及我們的市立就業服務機構 請我們的這些就業服務機構 以及企業依照相關的指引 規定來辦理 包含幾個重點 第一個部分就是成立防疫專責小組 這部分我們也會希望說 所有的這些企業以及市立就業服務機構 也能夠指定專責 以及適當成績的人員來擔任防疫長 以及防疫管理人員 另外在防疫建議的部分 我會希望說能夠盡量鼓勵 他們所屬的這些移工 能夠減速在接種疫苗的第三劑 能夠增加疫苗的一個覆蓋力 那包含還有實驗制以及員工健康監測這部分 也都希望市立單位這邊能夠來落實辦理 如果說在還已經有發生確診 但是還來不及後送到集中檢疫場所 或者是加上防疫旅館的時候 那我們會先請我們的所有的事業單位 先要有些因應的措施 包含說相關的一些 先讓這些確診的移工 能夠暫時隔離的一個空間 這部分我們會來請市業單位來做一個配合 對 好 對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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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 1